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芬蘭瑞典申請加入北約 北約30個成員國中 土耳其是唯一一個反對芬蘭瑞典加入的國家 埃爾多安強硬表態 除非滿足土方要求 否則將堅定反對芬蘭瑞典的加入 針對這兩國加入北約 土耳其究竟提出了什麼條件 自加入北約以來 土耳其在北約成員國中顯得格格不入 土耳其與北約有著怎樣的矛盾分歧 土耳其會否被踢除北約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社科院 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江毅先生 來為我們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埃爾多安在通話中表示 土耳其對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所表達的安全關切正當合法 他強調兩國必須明確表示 停止支持恐怖主義 取消對土耳其的制裁 並準備好展現北約的團結 而斯托爾滕貝格也強調了 滿足土方要求的必要性 他事後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 與二端的通話具有建設性意義 並稱土耳其為寶貴的盟友 土耳其一直以瑞典和北約庇護 庫爾德工人黨成員為由 反對兩國的加入北約 加上您好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近日也是在通話中注意到了 滿足土耳其這個重要盟友 期望的必要性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 芬蘭 瑞典 土耳其 誰對北約更重要呢 誰更有可能做出讓步和妥協 這個不好去比較 就是說到底土耳其和芬蘭兩國 哪個對北約更重要 其實二者都對北約很重要 土耳其惡守著這個黑海海峽 而且緊靠著中東地區 在整個不管是地元政治方面 還是地元安全方面 土耳其歷史上就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就是北約整個防務體系中間 以及對俄羅斯的遏制和在中東地區發揮 北約的這個主導性作用的 這是土耳其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芬蘭兩國儘管在很大程度上過去 它因為幾十年來 它不是北約的成員國 儘管似乎對北約的重要性不那麼明顯 但是在目前與俄羅斯對抗的這個過程中間 僅僅是芬蘭這兩國加入北約這個過程 這樣一個態度就已經是對北約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收穫 因為在此之前 也就是在2月24號之前 斯特爾滕貝國有個一句話 就是如果俄羅斯用武力來反對北約的擴大 那它一定會面臨一個更大的北約 所以這個芬蘭兩國入約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對於北約 在目前與俄羅斯去對抗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收穫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去看 就是北約對於土耳其對於芬蘭兩國都需要 目前土耳其為芬蘭瑞典加入北約是開出了十大條件 您怎麼來看這些條件 您分析這十大條件能夠得到滿足嗎 這些條件其實中間有的東西是可以做妥協的 但是是不是能夠百分之百的滿足土耳其的需要 這就很難說了 比如說像軍售的問題 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對土耳其的這個軍事上 出口武器的這個禁令並不是做不到 這一點其實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比如說對康爾多工人黨的態度問題 這一點呢 因為如果從法律上來注意 歐盟 英國 美國對康爾多工人黨都是一個 判定為一個極端組織和恐怖組織 所以芬蘭兩國在這個問題上去改為立場 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這個中間有可能呢 有的東西 比如說原則性的問題 可能難做到的是 居倫運動 包括居倫運動的這個 一些人員的庇護問題 這個涉及到瑞典和芬蘭這兩國的 所謂人權啊民主啊 這個基本價值觀的 而且社會到 涉及到這兩國的社會氛圍的問題 你這兩國 你不能因為你政治上 因為要加入北約 在這個問題上就投降了 這個肯定會在這兩國造成一個負面上的影響 那怎麼樣去協調這一點 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麻煩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於哪呢 就是現在 土耳其是利用這個問題 來施壓北約 他其實做是 儘管板子是打在芬蘭兩國身上 但是他是作為北約看的 北約想要在這個問題上去 尋求妥協尋求團結 但是又不能跌著自己份兒 不能說最後被土耳其給牽著鼻子走了 這一點呢 對可能對於北約來講 包括對於美國來講 也是一個怎麼樣去拿捏的問題 最近觀察到埃爾多安在英國的經濟學人刊文中 解釋了土耳其為什麼反對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對待恐怖主義的問題上 儘管許多的成員國直接遭受了恐怖襲擊 但缺乏集體行動的局面破壞了安全合作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土耳其認為北約必須要實施某些改革措施 來應對新出現的一些安全威脅 所以土耳其呼籲北約實施改革 您認為北約會進行嗎 埃爾多安要求的這個北約的改革 實際上是要統一認定恐怖主義的這樣一個標準 恐怖主義組織的這樣一個標準 這一點呢 坦率地說 可能是北約其他成員國不大願意做 並不是說這個標準不應該統一 而是現在埃爾多安所指責的一些 可能被列入的恐怖組織去的一些名單 是歐洲其他國家不願意接受的 這個從這意義上去看 這個所謂的改革恐怕就做不到 很大的問題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過去幾十年來 在國際反恐鬥爭 大家都高舉反恐的這樣一個旗幟 但是大家為什麼經常都做不到一個統一 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反恐鬥爭是非常容易政治化的 是非常容易有標籤的 也是非常容易雙標的 不管是美國是北約是西方的其他國家 在對待反恐問題上的這種雙標 過去這些年表現都很明顯 那現在土耳其實際上是想利用 這個芬瑞入約的這個問題來實現一個標 而這一個標實際上很重要的是 以土耳其的價值觀來判斷 那怎麼可能想像西方這些國家 向土耳其的這樣一個標準去投降 向土耳其的這個標準去靠攏 所以這個改革其實無從談及 針對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艾爾多安也是多次非常強硬的表態 他甚至說只要他在總統的位置上 土耳其就絕對不會同意一個 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加入北約 您分析他這樣的強硬表態是認真的 還是出於一些機會主義的目的更多呢 土耳其最終會不會有一些實質性的做法 去阻止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我認為機會主義的東西可能更多些 當然這並不是說艾爾多安在這個問題上 尤其在康尔德共產黨這個問題上 完全的不堅持這個自己所謂的這種立場 而是說土耳其現在更主要的是要利用 芬蘭兩國的入約的這個問題 來提升土耳其在北約這個組織中的 包括整個西方集團中的它的地位要價 過去這些年西方不管是北約還是歐盟 對土耳其都把土耳其都視為一個異類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你接收新的成員入盟的這個一個關鍵的節點 我這一個門檻你過不去 那你是不是要改變你對我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看法 那所有的這些我們剛才講到 土耳其所提出的這一系列的條件 與其說是一個什麼多了不起的一個要價 不如說就是要改變對土耳其的身份的界定 對土耳其的這個一個基本的態度 以及讓土耳其在北約在整個西方集團中間 能夠發揮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 我要把我的這個身價要提高起來 最近關注到土耳其半島電視台有這樣的一個評價 說土耳其對北約擴張所持的保留意見 從更廣泛的層面上 反映的是安卡拉對大多數西方盟國的失望 您認為土耳其對西方盟國的失望都來自哪些方面呢 土耳其對西方盟國的失望其實從本質上來說 就是第一是土耳其目前所堅持的這樣一條政治發展的一個道路 得不到西方社會的一個普遍的認可 尤其是在歐洲國家 不管是法國還是德國 在這些年來對阿爾多安的整個的執政 都是以更多的是一個負面的態度來評價 這是對阿爾多安來講 如果得不到一個西方國家的認可的話 就是所謂的他所認為的主要的這些盟友都不能夠認可的話 那他的執政的合法性的問題 穩固性的問題就會遇到挑戰 第二一個就是土耳其這些年一直在訴求加柔盟 而每一次最近一次我的印象中可能是在2003年 最近一次討論以後他又被否決掉了 而否決掉的中間就有分裂兩國 那我一直不僅僅是想成為一個北約的軍事政治同盟的組織 我還希望成為西方經濟合作的中間的一個組織的一個議員 土耳其我這麼大的一個分量 你們都不認可我 對我一直一個負面的一個評價 那等於是讓土耳其成為了所謂的這個大家庭中間的另外一個異類分子 那這一點也是土耳其不能認可的 其實這兩點都決定了 就是土耳其自己把自己的地位擺得非常高 而他的這種高得不到西方社會的一個認同 這個中間的落差所造成的 5月30號的時候 埃爾多安和普京有過一個通話 告知說要攻打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武裝行動 並且表示土耳其採取這一行動 無需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 土耳其是不是想趁著這個俄不衝突之際 徹底解決庫爾德武裝問題 您分析美國會出手干預嗎 徹底解決庫爾德 當然是庫爾德工人武裝一直是土耳其的一個訴求 但是現在可能應該說做不到 或者說土耳其現在胃口可能還沒有那麼大 目前所採取的行動主要是集中在旭北地區 他為什麼要事先跟俄羅斯打交道 打一個招呼呢 主要是旭北地區這一塊 土耳其 敘利亞和俄羅斯有共同的一個安全邊界保障 有一個協議在這 所以事先我要採取行動的時候 我要跟俄羅斯打一聲招呼 避免雙方產生這個摩擦和產生這個衝突 而這一次軍事行動並不包括在旭東部地區 也就是說目前受到美國保護的這個旭東部地區的這一批 庫爾德的武裝呢 現在可能還不會被受到打擊 那因此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也不會直接的進行介入和插手 當然美國在第一時間迅速表示了一個反對的一個態度 這也是美土之間在敘利亞問題上 主要是在庫爾德問題上的一個分歧 好的 下節新聞今日談 歡迎回來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 土耳其外長恰伍史奧盧31號表示 根據蒙特勒公約中有關禁止軍艦進入地中海的規定 土耳其已經取消或推遲了一系列北約軍事演習 他還表示土耳其不會加入北約對俄羅斯的制裁 恰伍士奧盧表示 土耳其在俄乌衝突中扮演了調解人的角色 並得到各方的鼓勵 僅於此 土耳其將推遲或取消此前計劃的北約軍事演習 以發揮其重要調解作用 土耳其此次推遲和取消北約軍演所依據的蒙特勒公約 於1936年生效 公約規定 戰時如果土耳其是中立國 各交戰國軍艦不得通過海峽 如土耳其為參戰國 只有土耳其決定是否允許別國軍艦通過 恰伍士奧盧還於同日對媒體表示 土耳其不會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 對俄羅斯的制裁 對俄羅斯對俄羅斯對俄羅斯也影響了俄羅斯 我們的姿勢是理解的 而且它必須理解的 因為我們所持續的領域 我們的姿勢是明明的 我們沒有加入 而不會讓我們使用的 有土耳其學者接受俄羅斯 RT電視台採訪時也表示 加入對俄制裁會導致土耳其分裂 而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特別豐盛 而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特別豐盛 則於5月31日達成共識 將禁止歐盟成員國 進口俄羅斯石油和成品油 但臨時豁免通過管道輸送到成員國的俄成品油 江先生您好 我們的話題繼續 關注到5月以來 北約舉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軍演 土耳其現在宣布退出北約軍演 會有哪些影響呢 近年來土耳其和北約成員國之間 可謂是矛盾不斷 是不是也直接影響了北約的安全合作 土耳其這次退出這個軍演 其實我覺得更主要的 還是因為目前的這個俄烏戰士 它避免要在這個問題上呈現出一個選邊戰 因為大家很清楚 正如剛才小篇裡面已經講的 土耳其試圖在這個俄烏衝突中間 去扮演一個調解者的這麼一個作用 確實我們也看到了 從戰事爆發以來 土耳其在這個勸說促和這一方面 它的影響力和它的身影都非常的活躍 不管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 都試圖去拉住土耳其想辦法 利用土耳其作為一個中間的一個橋樑 這一點也是土顯了 土耳其在這次衝突中間的一個作用 那這個地位顯然土耳其不願意輕易地丟掉 在目前的這個情況下 如果土耳其參加一個軍演的話 那它傳遞出來的這種對抗的這個信號 就土耳其加入到對抗陣營中間 去的這個信號就會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一次 在這個俄烏衝突中間 土耳其的政策所決定的 它並不會是一個 我認為它並不會是一個長期的政策 也就是說土耳其並不會 如果俄烏戰事結束的話 並不意味著土耳其不會重新回到這個軍演 或者說再同意在黑海地區舉行這個北約的 所舉行的這個在黑海所舉辦的這個軍演 回顧到1952年 土耳其也是加入了北約 而且是美國力排眾議將土耳其納入北約的 土耳其當時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被吸納進北約的呢 近些年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和北約國家的關係又如何 土耳其加入北約呢 這個中間當然是美國做了很多的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是因為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它跟德國納粹德國的這個眉來眼去 即使到了最後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 土耳其也沒有宣布對德作戰 總而言之它在整個西方盟國的這個眼中 土耳其就是那個時候就認為是一個異議類 在這個情況下的美國需要去勸說很多的這個歐洲的盟國 要凸顯出土耳其它的地緣政治的這個特殊地位 它的一個重要性 尤其是在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蘇聯東歐國家組成了這個華約 建成了一個同盟體系以後 那麼可以看到在當時的這個環境下 黑海地區延岸國家除了土耳其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這個蘇聯的這個衛星國 蘇聯的這個同盟國 黑海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俄羅斯 蘇聯所控制的一個海域 在這種情況下 那就是土耳其這個門檻這個門捨就非常重要 如果不能夠讓土耳其加入到北約 扮演起北約 包括在早期的時候 就是土耳其剛剛加入北約以後 由於當時技術條件的這個限制 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展不成熟 數量比較少 當時美國在這個土耳其就部署了這個奈基 除了在西德部署了奈基導彈以外 在土耳其也部署了 就是中鎮的這個導彈 它能扮演一個什麼作用呢 就是土耳其所發射的導彈 能夠直接攻擊到黑海援援援的國家 甚至蘇聯的這個南部 所以這一點就是反映出來 就是土耳其在美國整個冷戰時期 對於蘇聯進行遏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棋子的一個作用 那目前來看 土耳其和北約核心矛盾到底是什麼 您分析這個核心矛盾這麼多年了 越來越激化 有沒有緩和的趨勢 埃爾多安的執政 對土耳其和北約的關係 有沒有起到一些作用 埃爾多安執政以後 最主要的從兩個方面 讓北約這些國家 讓西方國家對土耳其 有了另外一個看法 一個方面的主要是在價值觀這一方面 就是土耳其所選擇的路 就是埃爾多安政府 進法黨所選擇的路 就試圖在士族與宗教中間 偏宗教 但是它不丟掉世俗的這個旗號 在西方化和土耳其化這個問題上 我也保持一個中性 但是更偏土耳其化 我只是不丟西方化的這個旗幟 那這一點就是讓很多的西方國家 感覺到一種不滿 就認為土耳其在試圖恢復自己的 原來的那種 以宗教為基礎的那樣一種 土耳其的政治 這樣一種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 是不符合歐盟現在的所謂普世價值 所謂自由民主的這樣一種認知的 這也是土耳其與西歐國家 爆發矛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根源 我剛才已經講到了 包括在德國 包括在芬蘭瑞典 這些國家為什麼對土耳其一直 持一個負面的一個評價的態度 主要就是它的執政理念的問題 這是這一種執政理念的 應該說在歐洲很多的國家 現在已經成為了認知愛爾多安的 一個基本的有色眼鏡 那麼第二一個分歧 是來自於土耳其最近這些年 利用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在中東掌控力的出現漏洞的 這樣一個情況 在極力的擴大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影響 試圖要想恢復所謂大奧斯曼帝國的那個 把中東當作自己勢力範圍的這麼一個企圖 那這樣一個企圖 儘管不是百分之百的與美國的中東戰略成對立 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 美國的整個中東戰略的這樣一個安排 這一點從戰略上來講 跟美國的整個地緣戰略構成了一個挑戰 或者說構成了一個衝突 由於土耳其和美歐的矛盾不斷加劇 土耳其現在呢 與俄羅斯在政治還有安全領域加強了合作 您分析土耳其和俄羅斯現在是怎樣的一個關係 在跟俄羅斯的合作中 土耳其能夠獲得什麼呢 這個其實俄土之間的關係呢 也反映出來 土耳其在愛爾多安執政以後 利用俄羅斯與西方的這個矛盾 試圖想去提升土耳其的這個地位的一個 機會主義的一種態度 它的政策中間 在俄土之間呢 我們看到合作的一面 也可以看到矛盾的一面 而且矛盾的一面和合作的一面 其實都是相向而行 在這個中間 只是土耳其把這個遊戲玩得比較好 同時它也是利用了俄羅斯現在 因為整個外部環境比較惡化的情況下 俄羅斯也需要土耳其 利用了這樣一個熱點 不敢 在很大程度上 俄羅斯不敢 與土耳其也徹底撕破臉皮 這樣一種機會去擴展自己的 所謂在對俄這個問題上搭建一個平台 對西方的關係上又搭建一個平台 在中東地區 包括在序里亞問題上 我也搭建一個平台 大家都需要 都需要我的這種情況下 我的身價就提高了 我的機會也就增加了 這個應該反映出來 就是說 土耳其在對俄政策上 其實這一點也在玩的 和土耳其與美國 土耳其與北約玩的這個遊戲 基本上是一個思路 那麼如果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您分析土耳其會在俄羅斯 還有北約之間 採取一個什麼樣的策略 基本上應該說 不會有一個明顯的一個選邊站 仍然是要在這個中間 在夾縫中間去尋找 土耳其利益的最大化 當然這個可能會取決於問題 取決於時機 因為現在畢竟 從政治安全的這個體制上來講 土耳其是北約的成員國 他的這個屁股已經坐在這 那所有的很多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屁股坐了以後 他的臉朝向俄羅斯 還是在某種程度上 側臉朝向俄羅斯 側臉或者說把屁股 對向這個北約 這點其實都是取決於 埃爾多安在這個遊戲中間 他自己的利益的這個訴求 以及每一個具體問題 土耳其在這個中間 他想發揮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那您認為未來段時間 土耳其有沒有可能被 北約這個組織剔除出去 您認為在長遠來看 這個土耳其對北約 有怎樣的戰略意義 雙方有沒有到分道揚鑣的一個地步 雙方並沒有到一個分道揚鑣的 儘管歐洲國家很討厭土耳其 歐洲國家對土耳其的討厭的程度 比美國對土耳其討厭的程度 要厲害得多 這個其實大家想想前兩年 馬克龍有一句話說 北約惱死亡 說的是什麼事 說的就是土耳其當時 越境打擊這個旭北地區 的庫爾德武裝的問題 而馬克龍認為事先北約 一個北約的成員國 越境打擊這個武裝 而且俄羅斯當時已經在敘利亞 有這個駐軍了 都沒有在北約內部 進行的一個討論 那是不是非常有可能 把這個北約直接拖下水 但是尤其是埃爾多安說這個話的時候 是還有一個背景 是土耳其這個打擊 事先是跟美國商量過的 也就是說美國知道 但是其他的北約成員國不知道 這種情況下 所以埃爾多安說北約一個腦死亡 但是即使儘管如此 現在北約如果從整個西方陣營來想 現在跟埃爾多安還談不上 一個分道揚鑣的問題 這個中間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土耳其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地理座位 這是一個戰略需求的問題 還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現在埃爾多安政權 我剛才講到了 儘管西方國家很多國家不認同 但是畢竟埃爾多安還不敢 徹底丟掉世俗化和西方化的 這樣一個旗幟 如果真的分道揚鑣 要把土耳其逼上一個死路 逼上一個絕路的話 那這個在歐洲的南部出現一個 非世俗化的 非西方化的一個政權 這一點恐怕對於 歐洲的安全的威脅會更大 所以西方這一點也決定了 不願意徹底的與死土耳其撕破裂 北約現在在不斷的擴張 成員國也會越來越多 您分析 未來會不會有更多 像土耳其這樣的事件或國家發生呢 我想這種是一個大怪力的 只要組織不斷的擴大 不同的聲音就會出現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這些年來 在歐洲的這個右翼保守思想的這種抬頭 所導致了每一個組織 不管是歐盟還是北約 中間更多的強調本民族的利益 更多的強調本國的利益 這些矛盾就會呈現出來 在北約內部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土耳其 其實在歐盟內部 最近這些年來的矛盾也非常明顯 這一次對俄羅斯的制裁 看到了匈牙利 前些年歐盟自身的內部建設中間 看到了德國與波蘭 這些矛盾都會出現 只是說大家能不能夠有效地去遏制這些矛盾 使這個矛盾不至於使這個組織分裂 對於歐洲來講 這恐怕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這個問題如果矛盾累積越來越多 分歧越來越大 這個組織至少即使不分裂 也會使它的效率越來越低 好的 今天感謝江先生精彩的解讀 世界正在面臨著不同於往日的挑戰 俄乌衝突牽移發而動全身 持續越久 就將出現越來越多的不確定因素 土耳其正在成為這場大國博弈間 一個新的更加不確定的變量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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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